第三名,太阳,水星在处女座学习力超强,在外派之前或到新环境之前前一晚是最痛苦的时候,她会幻想各种状况,各种情节, 但是处女座的优点就是当她到新环境的第一天开始就叛命地学习,不停地讨教,想从门口的阿姨到所有的工友,她都会虚心讨教一切该注意的细节,所以她在抱着学习能力的精神状况会比别人快速进入状况,处女座的好处是会去询问,会去问对方你们这边的风俗民情怎么样,然后快速地把这些变为自己的知识, 别人也愿意跟她交朋友,所以处女座的人到任何地方学习的心态都非常强烈,她也会认为这种东西将来是有帮助的,第二名,太阳,水星在水瓶座很快就混熟,水瓶座对交朋友是没有分界点的,她都可以交朋友比较无所谓,水瓶会觉得反正她虽然有缺点, 上次得罪我但这次看起来人还不错,就原谅得罪她的人了,所以水瓶交友范围本来就广阔,她到新的地方,就可以用破烂的当地语言跟人家做朋友,比方说最妙的是她到一个国家假设要穿裙子,她也会觉得我也来穿穿看蛮有趣的, 她也不会觉得好可怕跟我的国家状况不一样,所以水瓶座是会快速融入环境,尤其混熟通常都是先从吃喝玩乐开始,晚上很快她就知道要去哪里玩,第一名,太阳,水星在双子座喜欢新挑战,双子座的喜欢新的挑战,尤其是水星双子, 对,双子座来讲常有一种觉得别人愚蠢,自己聪明的心情,她觉得自己心中的图书馆资料早就已经非常熟悉,别人怎么会这么笨呢,但到新地方的时候,她就是我又发现一个新图书馆,原来这边我都不知道,就开始吸收资讯,当然现在因为有了网路更方便,就会发现她会做很多的功课,比念书还认真,先网路搜寻然后问朋友, 把这边地方小吃各方面的街道搞熟之后就觉得满足,所以双子跟水星双子会认为到新的地方就有新的刺激,如果你本身刚好情绪有点低落,又是水星栽双子的话,不妨换个环境,那对你刺激内在来讲是很有帮助的,你会觉得一边学习一边成长,就会觉得整个人生的观感跟事业又不一样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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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